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 最近在江都市的上上下下 流传着一个非常可怕的谣言啊 说丁丽芬的死是和炸钢厂的破产案有关系 是杀人灭口 你看 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 炸钢厂的问题就一天不能尘埃落定了 对了 程书记啊 昨天专门为此事打了电话 要求我们尽快结案 老秀 怎么样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有把握吗 有压力 俗话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再说 这现实破案 也没多大的科学性 这慢工不一定能出得了细活的道理 你不是不懂吗 再说 您不是已经抓到了 那个盗窃尸体的犯罪嫌疑人吗 这就是突破口啊 问题好像不那么简单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 丁丽芬死亡的背后 可能有大文章 物证标本的DNA的鉴定 很快就出来了 您看 是不是在等等 不管有什么文章 不管牵扯到谁 一定要秉公办事 绝不放过 老唐 如果说这件事 我的太太吕洪碧 卷了进去的话 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能手软 您是说 红碧也卷进去了 我是一种假定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唐军会这么轻率地处理我的验尸报告 既然我的验尸报告 已经否定到第一验尸报告 他的逻辑指向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唐军为什么把我采集的标本 交给炮制第一报告的当事人呢 我太失望了 我太失望了 我有种预感 这个坚定的结果 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李姐 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早一些沟通的话 最后的结果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你是说 你怀疑唐局 我头都大了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 你们看 就是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 好 你已经得到辨认了 肯定是出气缸 出气缸 对 什么人发现了尸体 在那边坐着笔录 尸检监定出来了 死者死于今天凌晨 被锐气所伤 危险大量出血 尽尸体解剖以后 我们确认凶手使用的是一把双刃匕首 在距离心脏两公分处刺入 刺入后向上移动 划破心间造成死亡 根据现在胃中的存留物证实 死者死前刚进食不久 主要的是有熟肉制品 面包 还有含有微量的酒精成分 对 你把材料准备一下 马上向唐去汇报 好 大姐 你再把死者胃中的食物 进行一次化验分析 我要知道这些食物的确切成分 好的 你们找谁啊 我找一下102的方子珍 他昨天出远门了 出远门了 出远门了 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是很清楚 刘大主任 就为了这点事 你纠缠我两个星期了 现在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知道 再说 如果我姐姐 真有这样的事情 你干吗来问我呀 你怎么不去问她呀 你解人流的事情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恶心 就算是有 关你屁事啊 你走开 我不想跟你说话 小萍 我跟你姐在谈恋爱 我就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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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吧 我和你去想 你不要跟我开几种玩笑 把电话给我 我凭什么要给你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你说 我的号码你背下来了吗 背过了吗 平平 如果现在 你把我的电源号码背下来 背给我听 我就告诉你 平平 你 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 你别走啊 我同意您的意见 裘七刚在江都呢四面树敌 如果是仇杀的话 我看可以把老西子的死 和裘七刚的死呢 应该考虑 老西子那个案子情况怎么样 有进展吗 范围太大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这两个案子 只要有一个突破 那就好办了 小强 今天怎么了 像个梦葫芦似的 到现在刚说了一句话 闹情绪呢 我敢吗 我敢吗 我现在找你呢 绝对不是来充当我妹妹的保护神的 我想知道 你和我妹妹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一直都 都挺好的 你知道吗 缺少深度的融洽关系 其实是不正常的 跟文化人在一起说话呀 就是不一样 可我最担心的 是她感情用事的方式 你不知道 她感情用事的方式 非常的特别 完全是一种宿命式的 对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 她就和自己打斗 比如说 有一次去商场买裙子 她跑出示意间 追着我就问 好不好看 我说好看 可她却嫌我的目光土 不信任我 于是她掏出一枚硬币 跟我说 你扔 扔出来的是国徽 我就信你 于是我就抛 结果摔出来的是字 于是她一头钻进 示意间 换下裙子 头也不回来就走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不过我相信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深有体会 还有一次 我们俩在公交车上 她非要拉着我去见你妈妈 我知道老人家不待见我 不敢去 我们俩争执不下 于是她说 你数车上的人头吧 单数听你的 于是我就数 你猜怎么着 老天有眼 结果是单数 那这回该听你的了吧 没有 结果我还是跟她去了 为什么 她说我数人头的时候 没有加上司机 对 我知道了 游戏规则不清楚 所以呀 你永远对不了 对错 不是什么问题 可我担心的是 她将来 是不是在决定 大事的时候 也会采取这种方式 我说的不见就是不见 小婷啊 你说妈能害你吗 是不我看你姐 你一天天都变成老婆娘了 你说我多少着急呀 你个死丫头一天就死不听话 我说什么你也不听 我多少着急 我不就想跟你找个好婆娘 我没有别的意思 妈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父母之命 媒妥之淫 你让不让人家自由恋爱了 再说了 再说 我有男朋友 你让我见人家 不懂得害人家吗 我跟你说 我老早叫你和小姜断了 他一个刑警和你爸一个样 不行的 我给你介绍那个博士 挺好的 博士有什么 我不喜欢博士 不行啊 一定要见 好吧 让我考虑一下 不行啊 进入定了 明天一定得见 妈 您看到那拐甲的摊位了吗 什么摊位了 那个摊位啊 如果那个摊位的号码 尾数是双数的话 我就答应你 这是那个第一个摊位啊 嗯 双数 嗯 干嘛呀 你个丫头 走 小小小 还是我送你吧 不用了 启鹏 我倒是希望你有时间 找小萍好好地谈谈 我会的 嗯 我会的 我也很想和他好好谈一谈 忙过这段时间吧 嗯 那就好啊 嗯 那就好啊 其实呢 我和萍萍之间的问题啊 可能比你和他之间的问题 还要大 他已经 我和萍萍之间的问题啊 没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是什么事 我现在 都没有了 我跟萍萍之间的问题 我说 你不想和萍萍之间 我反正你 就是你 你不想和萍萍之间 我又不想和萍萍之间 你不想把萍萍之间的问题 我跟萍萍之间 你不想和萍萍之间 我什么事 那我对你 你不想和你 你不想和萍萍之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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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在这儿 给顾客送一下 好 有什么话 你先说吧 姐 你有事瞒着我 姐姐呢 有些事情 忘了跟你说 但是我从来不会有事情 故意去瞒着你的 就你那点破事 刘伦山早就告诉我了 既然不是刘伦山 那好 你告诉我 那个人到底是谁 萍萍 你 你知道 我 你说呀 你说呀 你 航国王 这 说 那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心照不宣了 别这么看着我呀 我受不了你们眼睛里的敌意 我知道 这种敌意很快会消解的 我呢 用我的方式 证实了你们的判断 我拿到了证据 唐局 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别急啊 黄河九区十八湾 湾有湾的道理 现在 请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第一 关于丁立芬死亡调查 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错误的结案报告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失误 另一个就是故意 对 红碧最清楚 红碧最清楚 实际上呢 在做出丁立芬死亡报告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进行尸检 却出具了一份 掩人耳目的尸检报告 而且 丁立芬的死亡结论 是在 在小江在内的很多同志 反对声当中出笼的 这说明 有人在坚持一种不真实的说法 至于为什么坚持一种不真实的说法 现在我们便不讨论 问题的关键是 但是 当我们着手进行第二次调查的时候 丁立芬的遗体 突然不见了 这是怎么解释 我看解释只有一个 就是错误的结论 不可能是失误 而是一种目的明确的故意 这个想法 我跟您说了不止一次 可您呢 好像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第二 现在看来 可以肯定 丁立芬是在被害之后 才抛尸江中的 可这就给我带来一个疑问 凶手为什么不采取 其他处理尸体的办法呢 他既然有时间 把尸体从犯罪现场挪到江边 却不毁尸灭迹 而要制造一个 不胜溺水的死亡现场 理由非常简单 也许凶手在处理尸体问题上 有什么顾虑 对 说的对 凶手害怕 承担社会上高度关注的后果 所以才采取了这种 避重就轻的做法 可是这就带来另一个疑问了 对于一般凶手来说 这不是他应该考虑的范围 另外 如果凶手没有足够的把握 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溺水死亡和其他死亡特征的尸表特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容易被司法机关辨认 除非说 司法机关里本身就有凶手的同伙 在帮他掩盖真相 也许凶手本身就在司法机关 第三 从红碧的实检报告当中可以看出来 丁立芬遇害前 有过性行为 这一点非常关键 既然有过性行为 诗表上呢又没有过搏斗的痕迹 这就说明 杀害丁立芬的凶手 不是一般的杀手 也不是一般的强奸犯 而是一个跟丁立芬 有着很深关系的熟人 那么 他是谁呢 看上去 这个人像江康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是这样江康根本不可能参加验试 第四 丁立芬 带回了一部手提电脑 电脑里的资料 又复制成一张软盘 现在电脑和软盘呢 我们已经都追回来了 可是从内容来看 既不存在政府机密 也不存在个人隐私 可是接触到电脑和软盘的人 没有一个不惹祸上身 这就怪了 电脑和软盘又不是高压电 怎么谁一接触到他 谁就张不开嘴了呢 唐军 我提醒过你 有一个人至今都安然无厌 对 说得对 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 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例外呢 小佳 你能回答我吗 还是有顾虑啊 是不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颈绳啊 我怕的是没有被蛇咬过 见了蛇 反倒当颈绳抓 好 唐军 能不能这样认为 出现这种例外 已经没有偶然性可言 你说的偶然性指什么 我想 你应该理解 吞吞吐吐 今天啊 你们都吞吞吐吐 我去月祖带袍吧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 以上四个问题 推理结果 都有一个明确的逻辑指向 那就是有一个人 或者说有一只黑手 在操纵着整个事件的过程 从丁立芬被害开始 把一切做到最后 本期末肯定的逻辑 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逻辑 我去年底下 没有人的逻辑 我去年底下 不见了 我去年底下 那还没有人的逻辑 你不可能去年底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们交底 我之所以把红碧的试检报告 交给齐心军 对小江提出来的问题 无动于衷 就因为我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待一个取得证据的机会 齐心军如果是清白的 如果我们疑惑的迹象 都是一些偶然的巧合 那么 这个DNA的鉴定 和鉴定的比对报告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们看看 果然是江康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然是天方夜谭 是吧 台湾 豪姐 我好糊涂啊 你贴呀 坐下坐下 我明白了 如果这个鉴定的结果是江康 那么这个鉴定的结论就是假的 对吗 如果 我把那些标本掉了包 而拿标本去做鉴定的人 再次掉了包 问题不就简单了 江康在我们看守所里 从他那儿要取的标本 还有什么难处吗 一切尽在敷衍中啊 唐局 我的标本还在 你以为呢 走 走到远点 到上海 到上海去 把这个真标本 坚定做出来 唐局 谢谢 对江康的陷害 说明齐心军 从头到尾都在作假 他在掩盖一个事实 而这个事实的外延 绝不仅仅是 丁立芬的死亡 在丁立芬死亡背后 肯定还掩盖着一个 更大的阴谋 而在齐心军背后 肯定还有一只 操纵着全盘的黑手 唐局 您的意思是 在齐心军的背后 还有人 死了这么多的人 丁安 是个大手臂啊 唐局 能不能给我透露一点 我 有一个计划 明天 就能见分晓 笼子已经扎好了 就看狐狸王不往里钻 老狐狸狩猎 还用只捕龙吗 情况比较复杂 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 因为丁立芬遗体被盗 多少给坚定的真实性 打了折扣 所以啊 要证明江康作案的唯一性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搜集物证 好在呢 我们掌握了一些有待证明的 重要证据 要抓紧 老唐 我同意你的看法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 已经构成了证据链了 要尽快地定案 要无懈可击 对了 那个叫江康的 开始交代问题了吗 真是没有 太主强硬 拒绝回答问题 看起来啊 没有重要的物证 它是不会低头的 那你们就抓紧取证 如果取到的新证据 哪怕是零可供 照样可以提起供诉吗 好 相信 相信 现在锁在我抽屉里的物证 会成为案情突破的重磅炸弹 老唐 这些证据都是你在保管啊 老唐 打发大蓝 是我最放心的工作方式 到底是个老公安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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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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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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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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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